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现在很多人都有失眠的困扰 有的是入睡困难 有的多梦一醒 并且病情轻重,冲动不同 其实真正想要把失眠这个病讲透彻 那大概写出一篇几万字的论文了 所以呢,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选出一些典型的症状来给大家讲一讲 阴虚入睡难,血虚睡眠浅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以及该如何调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会睡不着呢 睡不着的原因自然有很多 但是最常见的就要数阴虚了 大家知道阴和阳是对立的 就像水和火的关系 水少了不能制约火 火就会越烧越旺 阳气也是一样 少了阴的制约之后就会到处乱窜 我们的体内就会产生虚热 这在中医上称为虚阳浮月 这些虚阳虚热在体内横冲直撞 要想安然入睡就显得很困难了 所以这类患者的典型表现就是 夜里躺在那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有时是一两小时 有时候整夜都无法进入梦乡 同时还会有心理烦躁 夜间倒汗 头晕脑胀 心慌心悸 白天精神不好 恍恍惚惚 腰部下肢觉得酸软无力 伸出舌头会发现舌红少胎 这就是典型的阴虚内热了 阴不足导致虚阳往上走 扰乱我们的心神 所以才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这种情况就需要用一些 清心安神滋饮降火的药物 最常见的就是天王补心丹 它有很好的滋阴阳血 补心安神的作用 对于这种心阴不足 引起的失眠健忘效果很好 还有宁心安神颗粒 它也可以很好的 宁心安神滋饮清热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多梦 一醒睡眠浅呢 大多数人在睡觉的时候 都会做梦 我们都知道 睡眠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 如果你睡着以后 总爱做梦 并且梦很乱 不是在飞就是在奔跑 有的还会梦在打仗等等 在睡醒之后呢 一点也不解乏 就跟没睡一样 严重的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 还有的睡一会醒一下 醒之后过一两个小时再次入睡 并且有一点动静就会醒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睡眠的时候 缺乏深度睡眠 睡眠浅爱做梦 讲起来也是有很多原因的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心肝血虚 中医上讲心藏神 肝藏破 心肝的血不足 心神不得安养 肝破不得安定 就会出现梦多 噩梦乱梦容易醒的情况 并且平日里还会有健忘 心肌肢体麻木 嘴唇发白 面色苍白 头晕 眼干 事物模糊等等 这些也都是心肝血虚的表现 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去补心肝的血虚了 可以参考一个四五颗粒 它来源于方济四五汤 中医上讲四五地少与龟雄 血加百病此方通 它可以很好的补异我们的肝血 同时呢可以家用一个龟脾丸 它可以很好的补异我们心脾的弃血 两个药合用就可以补干血又补心血 心肝之血充盈了 心神和肝破就有所养 那么睡眠质量就会有很大的提升 阴虚入睡难 血虚睡眠浅 这其中的道理和如何调理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有失眠的困扰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进行留言 沈医生都会帮你一一解答